欢迎来到爱上听书,祝大家听书愉快。 他用了这样的一次严重的财务欺诈,而做出财务欺诈的公司叫做贝斯特公司。贝斯特公司的CEO叫做明克,他的故事可以说是堪称传奇。 他的企业家生涯可以一直追溯到他9岁的那年,即便出身贫寒,但明克也非常懂事。 他在小时候就经常去妈妈经营的地毯清洗店里干活,而他不仅自己动手洗地毯,而且还负责打电话去招揽妈妈的地毯清洗店的生意。 而后11岁到15岁的这4年里,他依靠在妈妈的毛毯清洗店里打工,积累出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少年的确具有某种商业上的天赋,他利用自己的第一桶金买了一些先进的清洁设备, 然后办起了自己的地毯清洁公司。 但15岁的他还在念高中,他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因为要忙自己公司的事情。 为了公司的发展,他雇佣了一批人上门取地毯和清洗地毯,然后他还雇请了自己的父母来帮助打理公司。 就这样公司慢慢的开始红火起来,明克也不久就成了一名百万富翁,而成为百万富翁的那一年,他才仅仅的18岁。 明克不仅仅在商业上表现出了惊人的天赋,而且自我营销上面也表现出了很强的能力。 凭借着赚来的钱,他买了一栋豪宅和红色的法拉利,还成为了一名作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在美国发财致富》。 他充满了精英意识,在他看来呢,现在十来岁的人都不够勤奋。 此时的他已经拥有了1300名雇员,营业场所更是遍及了整个加利福尼亚州。 当然他的洗衣店在其他州也有一些分店。 然而他不仅追求商业上的成功,他还重视对社会的贡献,因此他慷慨地向慈善机构捐款。 他的作风强势,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做,要么跟我走,要么你走人。 他擅长于讲故事,他曾经在公开场合多次说过,自己的公司会成为地毯清洁行业的通用汽车。 连专业的证券分析师和投资人似乎也都被明客所讲的故事打动了,给出了买入或者持有的评级。 在平均市盈率20倍不到的美国股市呢,他的公司的市盈率高达100多倍。 所谓市盈率呢,指的就是某种股票每股市价与每股盈利的比率,是常用来评价股价水平是否合理的指标之一。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似乎有点像我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励志故事了。 一位寒门子弟,靠着自己的努力和智慧,通过创业走上了人生巅峰,然而之后的事情呢,会让您大跌眼镜。 有一天,原来人们发现这个耀眼的故事和创业明星啊,都是假的。 投资人和证券分析师都被明客骗了,所谓的贝斯特公司呢,不过是一个庞氏骗局。 通俗的说,他不断的吸取一些投资者的钱,来付给另一批投资者。 而至于公司优秀的财务数据,是通过假合同,虚造的信用卡收费以及其他手段制造出来的。 另外呢,这个贝斯特公司呀,还涉嫌洗钱。 在1989年,明客被认定犯有57桩欺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并且要求归还盗用的公司财产2600万美元。 尽管我们也可以说,这位贝斯特公司的创始人拥有某种商业上的天赋,然而只要进行财务欺诈,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而如果被发现呢,那么等待着造假者的就一定是监狱。 那么我们反过来,从投资者的角度来想一下,如何才能避免投资贝斯特这样的涉嫌财务欺诈的公司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看懂它的财务报表。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财务报表就像是一本天书,密密麻麻的数字让人无从下手。 这本书呢,就告诉了我们财务报表的正确解读方法,以及会计操作的秘密。 作者就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 如果我们学会如何去分辨获利的本质,才能够识破作假的会计,守护你辛苦赚来,且与自身生计息息息相关的金钱。 而本书的作者呢,就是被誉为职场新女神,理财天后的圣奸何代。 他毕业于日本庆英艺术大学的商学系,而后呢,取得了早稻田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 他呀,是日本历史上最年轻的注册会计师,成为会计师的那年呢,圣奸何代只有19岁。 他尝试过很多工作,他做过安达信的会计师,也做过麦肯锡的战略顾问,还做过摩根大通的证券分析师。 最后呢,他听从了自己的职业兴趣,选择成为了一名经济评论家。 在2005年,他被著名的华尔街日报评为全球最值得瞩目的50位女性之一。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呢,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解读财务报表的正确方法,第二个重点是破解会计操作的秘密,第三个重点是用投资家的眼光进行判断。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解读财务报表的正确方法。 您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要解读财务报表呢? 我们在刚才就说过一个贝斯特公司财务欺诈的案例,其实啊,这类财务欺诈在中国更加是屡见不鲜,因为财务造假而被爆出丑闻,从而导致股票连续跌停板的例子,我们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 而如果您学会了解读财务报表,您就可以辩解出公司的好坏,从而避免您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被这些害人的商人圈走了。 而财务报表呢,分为三大基本报告,它们分别是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所谓资产负债表呢,也叫做财务状况表,它表示啊,企业在一定日期内的资产、负债和业主权益的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 而损益表呢,则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时间内经营成果的报表。 经营成果用我们的大白话说,就叫赚了还是赔了。 损益表呢,可以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和投资效率,分析出一个企业在现在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盈利能力。 而要看一家机构的现金的减少和增多情况呢,就要看我们的现金流量表了。 它所表达的是在一个固定期间内,一家机构的现金增减变动情形。 这三大基本报告就构成了企业的财务报表,而如果想要了解一个企业,就必须先了解它的资产和负债情况。 一般来说呢,资产栏所显示的资产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具有实际账面价值的资产,比如企业的现金、存款、持有的股票等等。 第二种呢,是账面价值不确定的资产,比如企业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库存等等。 之所以说这类资产账面价值不确定,是因为这类资产呢,可能换不成现金,因为库存积压很可能卖不出去,应收的账款呢,也很可能因为老赖而拿不到钱。 第三种呢,是分期摊提的资产,比如企业的机械设备、建筑物、软件等。 除了土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增值以外,机械设备这类资产往往在几年后就一文不值了。 所以机械设备这类资产呢,需要在几年内均摊费用。 而负债栏中的所是负债,一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分别是所有的借债和地盐负债。 借债就很好理解了,比如借贷、应付账款、欠款、公司债务等。 这些借来的钱呢,必须按时还清,因为负债金额越高,公司的经营状况就越危险。 地盐负债呢,也叫做地盐收益,是指企业预先收取的不属于本期,而属于下一个会计期间收益的负债,如预收租金、预收利息等等。 比如预备金是为了将来可能出现的损失,而预留的一部分应对资金。 比如预备收益呢,是已经收了人家的钱,却在未来给别人提供服务的资金。 好了,上面为您讲述的呢,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解读财务报表的正确方法。 说完这个呢,咱们接下来说第二个要点,破解会计操作的秘密。 在财务报表中呢,充满了密密麻麻的数字,这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感到头昏脑炸。 会计呢,也通过这些报表来虚构企业的获利情况,这一类财务欺诈的例子呀,在全国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而这种各种各样的虚增盈利的手段,大体上来说,无非呀,就是以下三种手段而已。 这三种手段呢,分别是借助损益表虚增获利,利用资产负债表虚增获利,以及通过合并报表虚增获利。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呢,您就可以大体上了解这三种作假手段,到底是如何作假的。 如果您发现了这三种作假手段的蛛丝马迹呢,那么放弃投资一家财务造假的公司,才是您的明智选择。 而且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三种会计作假手段的难度是逐渐递增的。 因为第一种作假手段最为简单,所以呢,我们最常见的作假手段,就是借助损益表虚增获利。 我们之前说过,损益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经营成果的报表。 简单的说呢,经营成果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企业到底是盈利还是亏损。 那么这种手法究竟是如何操作的呢? 作者也很生动的描述了这种操作方法。 所谓借助损益表进行会计操作,即把原属于明年的营业额挪至今年进行计算, 而将原营今年认列的费用支出呢,推至明年再进行认列。 换而言之,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前认列获利或者延迟认列支出费用,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虚增获利的目的。 相信您也听出来了,这种操作的关键点呢,就在于最大限度的提前认列获利, 以及最大限度的延迟认列支出费用。 比如有一家制造企业,它的企业由于缺乏经营额,所以呢,想要造假。 那么它有一个办法,就是去叫一个跟自己关系好的熟人, 去认购一批他们企业的产品,只要货物出仓,那么就可以算作营业额。 而到了下个月呢,这位熟人再把这批他们企业的产品退回去, 这样呢,就构成了虚假营业额。 或者把支出放在以后的财务报表中, 这样做此月的支出项呢,就有了明显的减少。 财务报表自然放在证券市场上,也更好看,也更容易吸引投资人。 第二种会计的操作手段呢,是利用资产负债表虚增获利。 我之前也给您说过,所谓资产负债表呢,也叫做财务状况表。 它表示企业在一定日期内的资产负债和业主权益的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 这种操作方法无非两个诀窍,增加资产与降低负债。 我们这儿呢,就先说一说如何增加资产。 如果营业额不足的话,企业就可以选择抛售一部分自己的资产来创造获利。 这本书里呢,就把这种手法定义为膨胀资产。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这个公司觉得咱们上半年的营业额不足,那么它呢,就可以选择卖一部分公司的土地。 这样呢,公司的盈利不就出来了吗? 还有一种方法呢,是竭力减少负债。 比如说一家公司为了使自己的财务报表更吸引投资人, 那么对于一些不明显的负债来说,它就不在财务报表中公布出来,或者很晚才公布出来。 第三种会计操作手段呢,就是通过合并报表,虚增获利。 这是三种会计操作手法中最难的一种, 比如说低价收购获利增长的企业,通过原来企业和新收购企业的财务数据合并, 就可以让原来的企业交出一张很好看的财务报表。 比如还可以把一些不良资产转移给自己的子公司,这样呢,也可以完成负债的转移。 好了,以上呢,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下面呢,来为您说一说最后一个重点,用投资家的眼光进行判断。 这里呢,我们就提到了两个概念,分别是自我观点和市场观点。 所谓自我观点呢,指的就是自己对于目标企业的看法, 而市场观点呢,指的就是市场对于企业的评价。 市场观点基本上都有着各种参考指标, 比如说这家公司的市值,这只股票的市盈率等等。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呢,就是去建立您的投资矩阵。 这个投资矩阵呢,是以市场观点的高或低构成横坐标, 以自我观点的真实的利益或虚假的利益为纵坐标, 最后呢,构成了四个向线。 第一个向线是市场评价高,且获利名副其实。 而我们对于这类公司的态度呢,就是找一个契机去投资。 作者就做了这样的一段描述。 购买此类企业股票的最佳时机在于, 突发一次由外界负面信息引发, 其责任不可归咎于企业的事件, 或者是企业某期获利骤然下滑, 从而导致该企业股价大幅跌落。 一旦逢此良机,我们便可以考虑趋身进场了。 第二个向线是市场评价低, 但获利名副其实。 我们刚刚在开头讲过那个涉嫌财务欺诈的贝斯特公司呢, 就属于这类企业。 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若持有股份需立即卖出, 同时呢,查验卖空的可能性。 第四个向线是市场评价低且获利不实。 我们对于这类公司的态度应该是尽量的离他们远一点, 因为他们的财务造假一旦被曝出, 那么就会出现股票的大跌。 另外呢,我们再来讲一讲值得注意的两点, 他们分别是不要轻信证券分析师的结论与公司发布的利好消息。 其实啊,真正的利好就隐藏在公司的财务报表之中。 我们现在很多股民就喜欢去听一些所谓的专业证券师分析的意见, 而您知道吗? 证券分析师的平均表现呢, 真的不如大盘的表现。 巴菲特就曾经说过, 大部分基金经理都无法战胜, 象征着大盘的标准普尔500指数, 而所谓指数基金呢, 是基本可以与指数的走势相吻合的一种基金。 并且他认为呢, 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 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 往往可以战胜大部分的专业投资者。 当年巴菲特所做的预言, 如今真的成为了现实, 在1968年到1978年的投资市场, 只有17%的基金经理, 战胜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而在后面20年的美国股市里呢, 也仅仅只有21%的基金经理, 战胜了标准普尔500指数。 为什么专业人士反倒不如大盘呢? 如果您看过那些证券分析师给某一只股票的评级, 那么您就会发现至少90%以上都是买入或持有。 这是因为公司提供给他们的信息, 大多都是公司的利好信息, 而对于公司的不利信息呢, 他们却选择性的忽视了, 所以他们容易做出企业值得买入或者持有的评级。 再者呢, 给卖出评级会得罪上市公司, 而为了不得罪上市公司呢, 这些证券分析师呢, 往往会选择监口不言, 所以我们不能听那些所谓证券分析师的意见, 其实呢, 正确的投资判断就藏在这家企业的财务报表中。 虽然关于这只股票的资料很多, 但企业的财务报表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最重要的资料, 因为财务报表是这家企业的第一手信息, 它就直接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 所以我们所有的投资建议都必须建立于公司良好的财务状况之上。 我们可以这样说, 只要我们理解了财务报表上各种术语的意义, 以及财务报表会计造假的手段, 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析出这家企业的价值观, 愿景以及盈利的可信度。 现在呢, 互联网已经进入了千家万户, 只要我们拥有一台个人电脑, 就可以在网上随时随地的下载到简明财务报表, 以及它的有价证券报告书。 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呢, 就给了我们这些投资者这样的忠告, 我们将会在关注企业获利的同时, 去关注其内部的掌控状况与社会责任的平衡, 进而达到维持社会整体真实性的效果。 各位读者请时刻牢记, 作为一名投资人, 您做出的判断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解读财务报表的正确方法, 财务报表呢, 分为了三大基本报告, 它们分别是资产负债表, 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所谓资产负债表呢, 也叫做财务状况表, 它表示企业在一定日期内的资产, 负债和业主权益的状况的主要会计报表, 而损益表呢, 它可以反映出一个企业的经营成果和投资效率, 分析出一个企业在现在或者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盈利能力。 最后一种现金流量表, 它所表达的就是在一个固定期间内, 一家机构的现金的增减变动情形。 其次我们讲到了破解会计操作的秘密, 在金融市场中, 那些公司为了交出一张好看的财务报表所使出的作假手段, 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及其, 而即便这样, 我们依然可以把这些会计造假的操作方式归纳为三种手段, 这三种手段分别是借助损益表虚增获利, 利用资产负债表虚增获利, 以及通过合并报表虚增获利。 如果您发现了这三种会计操作手段的蛛丝马迹, 那么投资一家这种公司, 您可真的就要三思了。 最后我们讲到了用投资家的眼光进行判断, 这里提到了两个概念, 分别是自我观点和市场观点, 所谓自我观点指的就是自己对目标企业的看法, 而市场观点指的就是市场对于企业的评价。 而这两个维度的高低就可以构成四个向线, 分别是市场评价高且获利名副其实的企业, 市场评价低但获利名副其实的企业, 市场评价高但虚假获利的企业, 以及市场评价低且虚假获利的企业。 后两种我们的态度就是不去碰它, 而对于第一种市场评价高而且获利名副其实的企业, 我们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契机买入。 对于第二种市场评价低但获利名副其实的企业, 我们只需要悄悄的买入, 然后就可以等待着财富随时间的光临了。 另外我们不要去相信那些证券分析师的结论, 与公司发布的利好消息, 因为真正的利好消息就悄无声息的隐藏在他们的财务报表之中。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别忘了订阅爱上听书, 听书学习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